您现在时间为15分钟 主席 诸位同仁 还有陈院长 还有在座所有诸位官员 大家早安 可不可以请陈院长 谢谢 历委员你好 院长你好 那么 我很关心失业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从失业的问题谈起 9月份的失业率似乎有改善的空间 但是呢 如果我们细看的话 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就业的人数的大幅的三减 当你的就业人数减少的时候 你很自然的让那个失业率的比率会改善 这个你只要用简单的算术 一算就知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特别是经过季节性的调整以后 我们的失业率失业并没有改善 所以我们认为很担心失业政府该怎么去做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无薪价的问题 从8、9、10这三个月来看 这个无薪价的人数也在增加之中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无薪价到底 有没有列入我们的失业率的计算范围之内 据我了解是没有 因为这个 在主技处他做调查的时候 他有几个条件 那无薪价目前的定义 刚好不落在失业这个定义之上 无薪价是不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设计 我讲这个 其实无薪价来讲 不是我们国内发明的 在国外也有 像美国有的时候 它一个荷兰文 变成一个英文字 所以有时候到美国一些企业或政府 就是说礼拜五 他为什么没有来 他用了一个字 那个字我一下忘掉了 他就是说 那个F开头的一个字 教授是有的 我们教授是有无薪价 但是教授有无薪价的原因 我们叫leave without pay 他的原因很简单 譬如说我今天要到海外去受课 那么我在台湾的身份保留了 可是我到海外去做工作的时候 他那边会有薪水 对不对 就像借掉一样的概念 至少 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员工的无薪价 他是完全没有收入的这种情况下 是一个等同于 他想要就业 而无法就业 他想要工作 而无法真实的确实的工作取得报酬 他随时可以回公司 我知道 没有 不能随时 他美国企业有的时候 我像想那个字叫Furlough Furlough这个是荷兰文变过来的 就是说他 你特定的时间 这样时间你不要来 或者每个礼拜有三天你不要来 那个是一个合约的关系 还是一个 是一个事前的合约关系 通道是临时的措施 临时的措施 临时性的措施 他会跟工会做个沟通 我的问题在这里 那我们也一样 我们无薪价也是要跟工会 打成一个协议 我知道 我的问题在这里 你至少应该要把它列入 广义的事业 哦 因为广义的事业是 想找工作 但是他没有去找 他想要工作 但是没有去 没有办法找 那基本上有点是 discouraged 那同样的道理 有没有可能 把这样子的 无薪价的人员 纳入我们一个整体的 叫做广义的事业的范围 这个我想跟留言报告 这个你的意见 我会跟主技术来商量一下 因为第一 他统计 当我们尊重他的执掌 而且他注尽 他的consistency 他过去一致性的 这个统计基础 不过这个想法 其实我们想过 因为这个Fullow的事情 过去没有发生过 对 也是最近几年 在国外 在台湾 所以为什么英文 没这个字 他用荷兰文 就是因为他这个 他是有短期的 历史并不长 那这个 您刚讲的